星雲大師舍爆原籍 海內外無論是宗教界 學術界甚至是藝術界 都紛紛發來驗文止癌 像是慈濟創辦人 鎮嚴法師就寫下了一段 40年前的故事 感謝大師的愛護與勉勵 而中國大陸有多個佛教團體 還有多位學者也都發來驗殿 悼念這一位透過佛教 促進兩岸和平的佛教巨人 打開慈濟官網 慈濟人對星雲大師的尊崇與悼念 映入眼簾 創辦人鎮嚴法師更寫下長文 回憶大師1983年前往花蓮 參與慈濟醫院動土典禮的 溫馨往事 並表示大師對慈濟的愛護勉勵 讓他敏感於心 而慈濟志工也在第一時間 趕往佛光山治癌 雙手合十悼念星雲大師 鏡頭轉到中國大陸 北京紫潭博物館董事長陳立華 回憶起和大師因為一筆字 截人的過往忍不住悲痛落淚 我們在浩瀚的心口 仰望您的此心悲悦 就連學界也發來驗電 像是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所長張峰磊就寫下 星雲大師不只是佛光山開山祖師 更是當代最偉大的人間佛教践行者 而佛教界包括明南佛學院 廈門南普陀寺 都透過燕文回憶起當師當年在中國大陸的慈悲開示 更不約而同讚揚當師透過佛教為兩岸和平做出重大貢獻 是您為我們帶來幸福安樂 是您為我們找到無盡希望 一代宗師陨落 海內外燕文如雪片般飛雷 字字句句真情流露 感念星雲大師把九十七歲人生活出三百歲價值 是您說的人生無空過 要活出三百歲的精彩的光亮 星雲醫師總和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